关键所在 你是一个逃避型的人格 你认为所有的事情通过逃避就能解决 当你发现视频那边有一个女孩 并且她去追女孩的时候 你自己先把这条路给断了 拉黑了 第二次 男生来找你 应该是一个 结大欢喜的这么一个结局了吧 不 当你听到别人风言风语的时候 你觉得 我又不自信了 不行 我一定要先提出分手 你包括现在 你在想 他就是不爱我 我要和他离婚 所以你始终是在逃避 你潜意识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给你向我提出分手的机会 我先说分手 我先走 我是一个做事比较果断的人 特别痛快的人 那不叫果断 那叫草率 因为当你一边想着跑 然后一边又期望对方好的时候 你什么也得不到 你是想逃避 你是内心里太不自信了 我告诉你 你得自救 你要阳光起来 你不要给自己留那么多后路 往前走 相向而行 才能拥抱幸福 他追你跑 没戏 就这样 黄老师 我觉得你根本不爱他 我觉得你只是怀念当初的时光 是你青春的岁月 还有就是 你能让一个男人 对你这么长时间的有执念 放不下 你享受的是这种感觉 你根本不是爱这个男人 什么担心他跟他前妻联系 还有什么担心你们两个人 未来再离婚 你根本就不想跟他过日子 因为你不爱他 你也是一个当妈的人 你能让一个男人 为了你不和自己的女儿联系 你觉得这是爱吗 这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你用他的口气去套一个孩子的话 还站在台上又哭又说什么 让你活得人生特别不如意 你的不如意都是你自己创造的 最让我忍受不了的是 提到说 因为为了怕你不高兴 和自己的女儿减少联系 甚至不联系 让自己的妈妈去和前妻沟通 联系女儿的事 凭什么呀 那是她亲生女儿 怕你不高兴就和女儿不联系 那那个女儿不可怜吗 你现在感同身受 因为你的女儿渐渐懂事 就把她当爸了 你不敢跟她分开是为什么 那你想想那边那个女儿呢 你也一样 我也特别瞧不起你 因为一个女人 和自己的亲生骨肉 可以不联系 没有什么好继续的了 她要离婚马上去 谢谢莎达老师 吴奇老师 我问你 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我想要一个属于自己 比较稳定的家 比较和睦的一个家庭 稳定吗 和睦吗 不算太稳定 但是 和睦吗 稳定吗 还可以吧 还可以 你管这叫和睦和稳定 我觉得你们俩人是同一种人 这种人是拒绝幸福 拥抱悲伤的 谁对你不好 我就要走近谁 谁对你好 我就要远离谁 你自己想一想 他对你那么不好 你偏偏要走近他 一次又一次要走近他 你那个前夫明明不对 你非要嫁给他 这个男人对你那么好 你非要远离他 一次又一次地远离他 为什么 因为当幸福来临的时候 你们害怕和恐惧 你们战胜不了自己心中 那个害怕和恐惧 所以你们选择逃跑 而当悲伤来临的时候 你们又走不出来 我死活 我要赖在这个悲伤里面 哪怕他对我不好 我能忍 你们像什么 你们像是一块被 岩浆烧得通红 快要碎裂 快要爆炸的石头 掉到了河里面 河水给你们降温 你们把那个河水烧得沸腾 这个时候你就跳出来 说你看 你不爱我 你都冒白烟了 你一点都不爱我 你不知道那河水 在给你降温的 你就说他不爱你 然后呢 你要跳回那个岩浆里面去 因为那个岩浆不冒白烟啊 你内心天然地 对自己感觉到不安 所以才会不断地抗拒幸福 才会不断地走进背上 想想吧 就这样 泄露起来 哎呀 自私 狭隘 你可以想到的这种 父性词安在你身上 没一个是过分的 所有的责任都是他的吗 当他回来的时候 就应该好好地生活 不行 非要嫁给其他人 号称是因为别人说 鲜言碎语 现在好了 你也离婚了 你也带个孩子 平衡了 平等了 你那个时候觉得 嫁给他亏是吧 把自己人生过得乌起八糟的 现在又来了 不想跟他过日子 你跟他结什么婚啊 那小朋友好好过日子 你好好过呀 我们没有那个义务来哄着你玩 生活也没有义务哄着你玩 离别离婚 你们自己考虑 珍惜眼前人 珍惜幸福 要过就好好过 不过就给个了断 别彼此折磨了 因为还有两个孩子呢 其他我们都可以不心疼 但是麻烦你们俩 心疼心疼那俩姑娘 好不好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们经历了十年 好不容易说又走到了一起 虽然说彼此都有过不幸福 但是我希望咱俩还是能 好好地走下去 毕竟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 我确实是挺希望你 能幸福 但你这个幸福是我给你带来的 希望你不要瞎想 能把这个心放在肚子里 咱俩一起好好走 其实我也想过很多 我也想跟你 就是好好走下去 但是有些时候 有些事情是我们自己 控制不了的 现在其实我自己也很纠结 谢谢两位请回吧 是什么 是什么 是什么